I'm sorry 因為我真的很尊重金曲獎 我是金曲獎的提拔之下才成長的人 所以請大家不要 請大家不要誤會我對金曲獎的尊重 我希望做好一切 然後我希望可以彌補我的錯誤 如果下次有機會的話 但是我真的很想跟大家道歉 尤其是建偉老師 如果下次有機會的話 我們可以一起在錄音室 我們可以一起再進去講 然後讓我再次的向你表達我最深切的歉意 I'm so sorry I'm so sorry I'm really sorry 我稍早的時候跟我的經紀人佐光平通話 她說或許晚一點再發表聲明比較好 但是我真的很想跟大家抱歉 I'm so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對金曲獎的參與度是非常高的 我常跟他們說 你們要我掃廁所 或者你們要我幫你訂便當 無論如何我都要參與金曲獎 So I'm so sorry I'm so sorry I'm so sorry 然后我在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我尽量的向那些指责我的 或是支持我的人道歉 I'm sorry 因为我真的很尊重金曲奖 我是金曲奖的提拔之下才成长的人 所以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对金曲奖的尊重 我希望做好一切 然后我希望可以弥补我的错误 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 但是我真的很想跟大家道歉 尤其是建伟老师 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在录音室 我们可以一起在金曲奖 然后让我再次的向你表达我最深切的 最深切的歉意 I'm so sorry 我不要求大家的谅解 但祈求你们可以 给我再次机会参与金曲奖 金曲奖 因为那个是我长大的过程 然后其实我一直希望可以再奉献给金曲奖 但是这一次我搞砸了 在没有经过我的经纪人 以及传歌我的老板的通意下 我就发了指南直播 是因为事实是因为我真的真的真的很愧疚 我真的真的真的很愧疚 然后我希望可以尽我的一切去弥补我今天的错误 I'm so sorry 然后我也很抱歉的是 让今天从美国来的嘉宾 James If you're watching I'm sorry that I got you into the situation This is not what I expected 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帮我传达 我的抱歉 给所有觉得 今天感到尴尬或是不舒服的人 那个不是我的 不是我要的 那个不是我要的 我多想希望金曲奖 是一个非常优雅 非常顺畅的流程 但是我很抱歉的是 我今天成为那个 不流畅的 不流畅的原因 I'm so sorry 因为我知道 整个后台都没有人知道 然后我就赶快 跟工作人员说 不对不对 他应该是念错我的名字了 因为在每一个 有奖的信封的那个信纸 的那个 那个接掌 对 卡片上 是不是需要签名的 但我觉得这个很难免 所谓难免就是说 上台的时候 一接掌其实会 会紧张 刚好 刚好我在后台等 因为我还有入围一个 一个一个这样的语练 然后刚好是他念错名字的时候 我就发现 没有只有我知道 整个后台都没有人知道 然后我就赶快跟工作人员说 不对不对 他应该是念错我的名字了 因为在每一个 有奖的信封的那个信 对 卡片上 我是需要签名的 但我觉得这个很难免 所谓难免就是说 上台的时候 一接掌其实会紧张 对 而且入围名字都写在上 对 所以那很容易也不小心 我相信他就是看错了 所以我是下一个 因为我又没有入围对象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凭空跑出来 是 好 获得这家单曲制作人的这个心情 其实我们都平常心 只是因为刚刚的一些小差距 所以就是 心情比较大的 对对对 刚刚我有听说了 很开心 但是有一点点 还没有反应过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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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